Coding的過程中就覺得 跟電腦對話有點無聊 我就想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是 後來發現 包捲餅好像不錯 屁啦 我跑一跑發現 笑死我腳掌斷了 跑不太動 真的假的 你還沒有到 對 因為我之前車禍有後遺症 跑了十來分鐘之後 最前面那個阿伯 他就很委屈的挺下來說 我不知道你們是誰 為什麼要一直追我 然後他回頭才發現 我們一直追錯我 他最近真的很紅耶 大牛哥訪問之後爆紅 有有 民雄捲餅王子 民雄最有名就鬼屋嘛 對啊 但他沒有捲餅 民雄鬼屋捲餅王子 洗百萬觀看 哲學系畢業能做什麼 沒有能做的事情 我好不容易把肢管系讀完 本來想說去台北 當個工程師 在我不斷coding的過程 真的太無聊了 然後覺得 好像包捲餅不錯 腳掌要掉在地上 腳掌 我那時候還有議事前 最後一句話就是跟護士人說 鑰匙王 你本來很清秀欸 欸 對啊 喔 倆會是什麼關係 親秀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喔 然後一起開店 不錯 妳不是民雄人啊 我是台北萬華 我是高雄人 跟民雄什麼關係啊 妳怎麼知道我們在0.9開店了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中正大學哲學 剛好在學校附近啦 開這個店開多久 開這個店剛好一年 一年時間 414天 那當時怎麼一個突發奇想 叫開捲餅的樣子 其實是因為我這件事讀哲學系 Philosophy 費 垃圾費 我媽怕我會餓死 所以她就勸我去雙組修 是 我說好 那我去 我覺得我對coding有點興趣 所以我就去修了資管系 對 然後我就在coding跟電腦對話的過程中 我發現 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有點無聊 coding是什麼意思 邊編 程式語言 電腦程式語言 所以我是要在coding的過程中 就覺得 跟電腦對話有點無聊 我就想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是 後來發現 包捲餅好像不錯 屁啦 怎麼會這樣 coding然後就又這樣 打電腦打一打 然後就開始想包捲餅 那你也可以包檳榔 然後拿包捲餅 後來後來就開始做起來 你有沒有做捲餅的經驗怎麼做 對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是去網路上google 對 那一開始我們是比較有去 我們沒有錢 我身上那時候大事就只有 也有資金 對啊 就只有1萬塊 所以我就跟學校 管理學院借了一間地下室 OK 那個地下室 有點像廢棄的一個角色 對 都是蟑螂蜘蛛網 OK 然後我就拿我的1萬塊 買了一台微波爐 又買了一台 二手冰箱 開始測試 對 要行銷嘛 因為那是廢棄教室 不會有人經過 微波爐的原理是什麼 分子加熱 所以我們就跟中正的同學說 這裡有賣分子料理 用這樣子來騙 巧立名目 其實也是故意有一個highlight它 對不對 那同學就來買了 是不是 對 還排得特別長 排到了外面 有噱頭嘛 分子料理 大家就好奇 後來就開始賣了 騙了一些錢之後 開店 是 然後開店開一開 那時候開了一個月 就遇到2020年疫情 馬上遇到 所以我們就倒閉了 但是到現在這樣的一個程度 整個已經就不一樣 今天有帶捲餅來是吧 是 我跟你講 東西不好吃 那就不敢拿出門 我剛剛講 李運大同篇裡面這四項原則 第三項 物盡其用 要好用的東西 好產品才是王道 那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來 歡迎 來 進來 好大一根的捲餅 這巨根捲餅 旁邊還有一些這個 這個是一樣東西 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 只有在禮拜五的晚上 會給一些同學 你幹嘛 你怎麼撞到腳 墨西哥的辣椒 你怎麼會去頂桌子 你幹嘛 你幹嘛 你還要吧 有辣 那咱這個對不對 酸奶油 真心話講這還不錯 好吃耶 特別好吃 兩位一定要嘗一下這個 泰式奶茶 這是我們一位合夥人 他是泰國人 泰國人 對 他從泰國帶回來的泰式奶茶 如果不好喝 也不關我的事情 喂 結果他們開店 遇到搶匪 Honey 就是那時候我還在上課 所以 他突然跟我說 我被搶錢了 結果是怎麼樣 對 當時就是有一個 自稱他是台塑幹部的採購 要跟我們 訂我們的餐 他說我們餐很棒 然後跟我們簽約 要拿押金一萬塊 但我就說 不行我要到你們公司簽約才可以 對 然後所以就騎車騎車 跟他到了他的辦公室樓下 結果他說 辦公室就在樓上 你錢先給我 我說 不行 再還還 我們一起上去 他說 不行 辦公室只有我能上去 我們就在這個工房之中 他出其不意就反手一逃 把我的錢拿走 對 這位大哥 光天花日之下 對 這是一位叫陳其林大哥 搶了我們的錢 陳其林大哥 在這邊呼籲陳其林大哥 趕快還錢 然後 他叫陳其林那肯定是假名 對 假名啊 我當時就想 我是年輕人 你這個老阿伯怎麼跑得過我 追 我就想說 Are you serious 他說不 他就說Why so serious Why so serious 他說不 我是奇丁 No I'm kidding OK 謝謝 中間還是會安猜一些小巷 OK OK 我跟他的距離是落差越來越遠 因為我跑一跑發現 笑死我腳掌斷了 跑不太動 真的假的 你還有到 對 因為我之前車禍有後遺症 我忘記我不能跑步了 追不到 對 所以我就把我的鞋子拿起來 遠程攻擊 OK 不砸還好 你在那裡怎麼會這樣 我就跟他邊跑邊講事情原位 他就追著我 我追著他 然後我就講一講 就告訴他 請他幫幫我追 然後我們跑了十來分鐘吧 那個 好久 十來分鐘 好不久 十來分鐘可以跑多遠 對 至少兩公里 對啊 越跑越多人 大概有六 七個人 就在那裡 你們在路馬拉松 以為是馬拉松 後來全部人都跟你們跑 你是什麼甘弟的故事 阿甘在那裡 不 阿甘他他不是甘弟 麻煩請暫停一下 一擠情急之下阿甘 你 有點快受不了了 但是電還在 電還在 為了電還在一起 對 就一直追 後來有沒有追到 跑了十來分鐘之後 最前面那個阿伯 他就很委屈的挺下來說 我不知道你們是誰 為什麼要一直追我 然後他回頭才發現 我們一直追錯我 你沒有在追那個搶匪 不是 追錯了 對那個阿伯來說 他就只是走在路上 就突然被一群人追 所以他也開始跑 但他也很委屈 然後就讓陳希霓逍遙把玩 很好 我能知道說 為什麼打電話打一打 突然間會賣捲餅 對 你概念是這樣 不過不錯 吃著你的東西 我絕對是好吃的 你們兩個是同學 我不是 我是中文系的 學妹 對 學妹 你對於未來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啊 因為你從剛一出來心情 就看起來很差 到現在 你沒事吧 沒事… 因為我還是學生 所以我沒有 就是一半在課業上 一半在店裡 對… 所以沒有 到對未來有太多想法 不想還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這樣問 他說他怎麼會 好像是一陣子 我們要怎麼放 他對未來沒有太多想法 希望你們這個生意興隆 但是我有在 就是這間店裡面 因為我也怕他倒閉 所以我幫他加了一點甜點 對… 這是妳負責的 對 綠色的是金軒茶棉花糖 軟餅乾 然後咖啡色是法芙納可可粉 做的可可乳酪軟餅乾 然後最後一個是比較健康的 它是蜂蜜燕麥 蔓越莓 然後全部都是減糖版本的 這個是好吃的起司 對…它是奶油乳酪 乳酪很好吃 乳酪很好吃 兩位繼續加油 好不好 至於未來我就祝福了